Hello,大家好,我们是聊各一块钱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如火如荼的贸易战 如火如荼的贸易战 好,那我就从头开始录 这个要从2018年3月开始说 2018年3月呢,白宫首席经济学顾问柯恩辞职了 柯恩是谁啊 柯恩他其实是一个反贸易保护主义的人 然后他在位的时候呢 他是一直在劝说特朗普不要提高钢旅税 不要提高钢旅税 但是呢,在3月份的时候他终于失败了 然后他请辞 在同一个月,就也是2018年的3月 美国就开始加征管理税 也正式宣告了鹰派上位 正式宣告了贸易战开打 这个还挺符合共和党这个特色的 然后这个鹰派,他不是鹰派上位的吗 鹰派我有一个人要隆重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人叫Robert Latterheiser 这个中文,中文怎么说? 罗伯特·莱特·希泽 莱特·希泽 不是希泽 好像中国中文翻译好像是莱特·希泽 是吗?不管 反正我们就叫他罗伯特吧 罗伯特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者 他这个光辉的历史 他要从1985年开始说起 1985年 我们都刚出生了 对对没错 一不小心暴露年龄了 然后他在1985年就是这个人 就是Robert他推动了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是什么呢?就是广场协议以后 他是专门针对日本的一个协议 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大幅升值 然后日本的国内泡沫急剧增大 最终导致了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 日本经济一路下滑 直到现在日本经济还是一探死水 就是这个人他终结了日本经济深化 而且这个人是现在的 中美贸易谈判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 所以他把日本碾死了 现在又想来碾中国是吧? 对老大总是喜欢打击老二嘛 这个确实是这样 美国其实他的真正目的就是这样 在80年代的时候 80年代之前他打击就是苏联 苏联就是当时的老二 搞得堵解体了 对然后80年代中后期吧 日本超过了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后对美国的霸主地位又产生了影响 然后他又坐不住了是吧? 对然后就是刚才我说的广场学义嘛 广场学义日元升职 日本出口 日本这个出口竞争力受特别大的打击 直到现在也一蹶不振嘛 然后到了现在 是中国又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了 老二了 中国又成老二了 也严重威胁了这个美国的国际地位 所以这次贸易战 美国又派出了这个 刚才我说这个罗伯特 对罗伯特 就是干死日本那个人 所以这次美国又是要抱着干死中国的觉悟 要跟中国硬刚的 简单说就是一个老牌强国 对一个刚刚崛起的一个大国 就是想碾压 对对对 这个其实就是美国的 美国他其实说什么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不对啊 这样不合理啊 其实就全是扯淡 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就是人家日本多正常一国家 跟他们完全如出一辙的 对 那中国在这场贸易战里边 中国的这个利益诉求点是什么呢 利益诉求点它其实就是中国就是要保持现状 保持发展 而且呢另外一部分就是 这是当选者 我以为是第一的 对习近平要保持住自己的这个在自己这个政治局势的地位 不要让外部力量影响了他这个他这个这些当选者的这个现在的政治地位 其实这就是中国中国的利益诉求点 对 我觉得这次打贸易战 其实战线也拉的挺长嘛 从去年三月到现在都快六月了对吧 对 我觉得中国的策略 不是因为我一个一年多了 是啊 我是说快到今年快到六月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一年多了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国这次的策略特别聪明 就是用的一招缓兵之计 首先就是认怂 我觉得非常非常正确这个策略 非常正确 然后然后在期间已经布局了一大片地方 是 因为毕竟这个怎么说呢 美国它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出口国嘛 然后美国 简单来说美国就是我们中国的甲方爸爸 我们是去挣美国人钱的 所以美国人 美国人不生气 美国人生气了 我们当然要怂一点对吧 对对要捧一捧 捧一捧 安抚一下 没错 但是美国这次真的是生气了 他在2019年 就是今年吧 5月9号的时候 美国政府宣布 自从2019年5月10号起 对中国进口的2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到加征关税到25%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质的飞跃 对没错 然后中国也有了质的飞跃 中国态度也是非常的强硬 中国在它宣布这个策略第二天 就是11号 第三天吧 就算第二天 11号人民日报发表评论 说不能屈负压力 然后呢 要求取消全部加征关税 然后呢 到5月13号 就是新闻联播 这个还上微博热搜了吧 微博热搜第一名 这个大家应该都看过 这个男主持人用非常罕见的这种口气 在1分30秒的时间里 对美方 怎么说 宣战吧 美方贸易就是宣 就是怎么说 说明自己的立场 表态 表态对 表态非常强 出师表 这就是现在央视版出师表 对 而且这次 谈可以打奉陪 没错 这次 这个新闻联播 第一次使用了贸易战这个词 它以前也只是用贸易冲突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 宣战信号 对 非常明显的信号 很正式的宣战信号 对 这个就说明了这个中国鹰派也已经上位了 然后在 就是在这个 这个在当晚 就5月13号的晚上 中国国务院就 就是宣布对美国6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加征 加征关税 加征25% 10%啊 或者20%什么的 这个具体我就不说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为什么在 是在5月13号的晚上 发布呢 因为晚上正好是 中国的晚上嘛 正好是美国的早晨 美国的早晨就是 它这个宣布的时间点 开市是吧 对 对美国股市开市的时候 对 故意打击美国的投资者 而且成效确实很显著 美国股票跌了2%到3%吧 成效还是挺明显的 其实这次贸易战引发的这个爱国情绪是非常膨胀的 但是我觉得央视上微博热搜其实是挺正常的了 但是有一些我真的很看不惯有一些公众号就是拼凑一些旧文 然后写一些非常狗血的然后引发仇恨的那种文章 仇恨言论 我觉得 对 真的就是完全是基于骗流量的目的 搜搜集一些看似真实又是旧文的一些垃圾信息拼搓到一起 然后写一些非常耸人听闻的一些标题 然后来骗民众的这种情绪 对 我是觉得 逃犯是至于这样逃 其实他们这种说法 因为贸易战打仗是没有赢家的 他其实就是看谁输的更惨 而且对我们老百姓来说 贸易战只要一开始 不管是中国还有美国 都会有很多工厂倒闭 停工 然后很多工人就因此失业 然后很多家庭就因此没有收入来源 导致社会更加的不稳定 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好 那我们今天一块钱聊完 我们下次接着聊 再见 再见